1月从武汉返台又前往高雄金巴黎舞厅的台商 当时因为隐匿旅游室遭罚30万 确诊之后从1月23号起住进了负压隔离病房 到现在已经超过两个多月了 虽然他的身体恢复状况良好 但是怎么裁剪都是阳性 外界怀疑他身上的是死病毒不具传染力 机关署副署长庄仁祥则表示 关于是否没有传染力还要再研究 但是持续阳性恐怕和个人免疫上的疾病有关联 1月底从武汉回台的台商明明发烧 却还是前往金巴黎舞厅 当时被重罚30万元 到现在舞厅生意仍然惨淡 不过外界更关注的是 这名台商从确诊后1月23号起住进负压隔离病房 至今超过两个月还是没办法出来 因为经过反复裁剪都呈现阳性 检验病毒量还是阳性的话 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是这个 他自己本身疾病的问题 有些是可能有免疫上的疾病 那都有可能造成他这个 就是病毒在他 他这个身体里面持续的一个产出 这么采都是阳性 恐怕和个人身体状况有关 不过也有人研判 台商的阳性会不会是死病毒 不具感染力呢 由于目前检验的方式 无法分辨死病毒和活病毒 针对长时间隔离的确诊病患 是否要改为更精确的病毒检测法 疾管局还要再研究 接着这种我把他倒了